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人将诗篇整卷书的精髓都容纳在这首作品当中 虽然简短,却能让我们回味无穷,领受许多感动 为诗篇画下了最美好的句点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150篇 诗篇第150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穷仓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脚声赞美他 鼓色弹琴赞美他 几鼓跳舞赞美他 用丝弦的乐器和肖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拔赞美他 用高声的拔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人鼓励百姓们 可以用各式各样的乐器 来赞美神 呈现出了热闹非凡的 欢腾气氛 整卷诗篇 以敬拜和赞美 来作为结束 真的是在适合不过了 亲爱的朋友 今天你想用什么方式 来赞美神呢 鼓励你 尽管发挥你的恩赐和创意吧 无论是唱歌 写作 画画 还是烹饪等等 都可以借此来敬拜赞美神哦 相信神 并悦纳你的现象 他的祝福 也必尝与你同在 经过了五个月的日子 我们一起读完了诗篇 你真的非常棒 明天开始 我们将要开启全新的旅程 一起从整眼中 领受上帝的智慧 鼓励你千万别错过 我们亲爱的哥 亲爱的绝书 谢谢你带领我读完了诗篇 让我更认识 你的奇妙作为 也学会 更多的来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每天读神的话语 使越读越有滋味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